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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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震盪幅度比较大 這個越來越精彩了 因為這個指數的確是 我跟各位講 你慢慢聽 懂得怎麼樣 這邊是去年的10月對不對 這邊是1月 這邊是不到1萬6 這2萬 這什麼意思可以知道 看這裡 看周線2萬 漲了4000點 如果你在去年擁有ETF 是不是要賺錢 對不對 沒問題吧 漲了4000點 1萬6漲了4000點 如果你去年有買ETF 是不是應該賺錢 一定有配息 配平準金 收益平準金 或是資本利得平準金 可能是賺的價差 股票的一個價差對不對 資本利得加價差 然後又配息 雙頭賺 你看00919 大盤上來它會上來 因為成分股 所謂成分股就是股票裡面的股票 大部分它成分股它40檔50檔 頂多一兩檔沒漲 大部分都漲 當然就靜止之上來 這不用討論 不然叫ETF ETF就是組合 投資組合 所以如果說你在去年後更早 就不要說1萬5 就是說去年的10月份 近一點就好了 大盤漲這麼多 你問ETF 你是不是要賺錢 合理 合理 這高股息的賺錢 然後指數型的都賺錢 元大台灣50就不是高股息 合理 股票是00900 這才出名 00713 而且比較小型股票00773 00733 講出什麼 現在是在這裡 對不對 漲了4000點 或者是說什麼 今年的一月份 過年前 這邊是封關 這邊不是1710000嗎 這邊是2萬 這也漲了3000點 是不是 這3000點 然後把位置放在這裡 如果你去年去買 當然低點去買 00919 這個我都講過了 你是不是應該賺錢 是不是應該賺錢 沒什麼了不起 網紅就是用這樣跟你講的 因為他都選擇他最有利的位置 跟你講說賺多少錢 說殖利率會有8% 說你要買這個ETF 對不對 你把他賺錢 你拿人家的錢 網紅就是拿人家的錢當廣告 但是他沒有講 少講了一個 可是公開說明書會有講 寫得很小的字 你要自己看 他沒有講說有可能會賠錢 或者是說如果指數跌的時候 股票也會跌 那價差就會賠錢 或者是收益評準金發不出來 只好拿你的錢給你自己 他沒有資本利得的時候 就要拿你自己的錢配股 配息 所以你拿到的股息 有可能是拿到你自己的錢 不是賺的錢 是你自己的走口袋給右口袋的錢 你要搞清楚什麼叫ETF 你要搞清楚什麼叫平準金 投資本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就很清楚 為什麼我常常拿00900 我不是警告你 我只是告訴你說 不是ETF你買了就會賺 這一檔是非常出名的高股息 這是高股息30檔 可是它發行的時候 是在2011年 2021年 民國110年 富邦嘛 剛好12月 那你記得嗎 那時候你打出來就知道了 那時候的位置是17800 後來有跑到18600 可是也相對高嘛 那後來指數不至於就崩盤了嘛 這6000點嘛 可是00900有沒有辦法抗跌 那不可能會抗跌的 台積電都抗跌不了 它怎麼會抗跌 不是到9塊嗎 那你這邊怎麼算 這邊就賠錢了 那你就算是領了平准金也是領你自己的錢 領頭小利你補不回來了 所以我有沒有一直跟你講 你要買ETF可以 但是位置很重要 我昨天不是一直講說 如果你是存股 存股足 所謂存股的人你就不用在乎今天漲還跌 不然你就沒有資格叫存股 存股是長期投資是不動的 不會在乎價格的 不然叫存股 不然你沒有資格叫存股 像今天009、39跌對不對 如果你心裡會不好受 那你絕對不是存股的 你一定是來這邊想要撈價差的 你講到說一掛牌以後15塊 能夠標到25那一種 你不是存股 你也不是為了目的 不是為了領利息 你如果跟我講說你要領利息 或是你是存股 你就在騙我了 你是騙人的 因為存股的人不會在乎跌翻 而跌他會高興 因為存股表示什麼 他要分批買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嗎 如果你是小資族 對不對 年輕人 我們鼓勵你常去投資 你也不用參加會員 你每個月提播一部分的錢 提播多少 這個要你自己決定 看你的能力 你每個月都買 你不管漲還跌你都買 跌也買漲也買不能停 漲也要買跌也要買 例如說009、39不是現在跌了嗎 如果你之前有申購 跌下來以後 你這個月再買 買一樣的錢 反正你是存股族 你不要去借錢 譬如說你存了1萬 你這個月存1萬 下個月還是存1萬 再來還是存1萬 但是你可以越來越多 因為你薪水增加 你可以變1萬5變2萬 一直存 漲跌你就存 這個叫存股族 然後利息配你多少不要計較 反正你就擺著 漲跟跌都買 例如說這個00900 如果說你這邊買跌下來 你每個月都買 每個月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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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買到高的也有買到低的 可是你會有一個平均值 譬如說這邊 你平均在這邊 那你這邊又買這邊又買 這邊一直買 每個月都買 每個月都買 那平均值 你就一直降低 那現在就是賺了這個 你不是賺這個 你是賺這個平均值 這樣我有沒有教到你 有了 那老實說 我不是上班族 我不是小吃族 我就退夫 我但是我很有錢 你如果很有錢 你如果要買ETF 我也是建議你 每個月都買 你有一筆錢 你有一億 那你一個月買個一千萬 或是五百萬 你不要一億砸下去 砸到這個頭 你砸下去 這樣不對 你砸到兩萬點 那就不是存股 你就是負責 我知道你在負責 你就是15塊 我看看 砸一下 變成30塊 翻倍啊 你以為這個是IPO 以為是股票 你把它當成股票 你以為那個抽籤抽一張的股票 那個都有價差 沒有 這個哪有什麼價差 給你賺 這樣你聽到外屬 我有沒有教到你 有啊 我做人也不錯 我叫你不要參加會員 因為你存股票 你存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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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喜歡你啊 你來幹嘛 我都沒有在存股 我都在做差跡 我會員都要存塊錢 我自己存股 所以我們買ETF叫成分股 我們沒有買ETF 我買成分股 比如說買00940 50檔成分股的 這種叫成分股 不是一次買50檔 是我們挑出來 或是我們買00939的成分股 比如說我之前不是有講過 我們有這檔標股啊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它會被納入啊 對不對 那時候這個要跌下來 跌下來什麼關係 這也沒什麼差啊 我們也有這個啊 我們買的價格很低啊 四十一塊而已啊 要四十一塊左右而已啊 這個也是00940的成分股啊 還沒有公開啦 因為你知道只有十檔 那其他我們會知道啊 我們猜的啦 沒有公佈 但是我們大概會猜得出來 像這個也是啊 這個絕對是成分股啊 但是它不是前十大啊 這個也是成分股啊 但是它不是前十大啊 其中股這一檔也是成分股啊 但是它絕對不是前十大啊 是都猜得出來啊 我都精力出來啊 前十大你都會知道啊 00940前十大你知道 那00939那四十檔你全部公開啦 那00940那些成分股對不對 它已經不是市場裡面關心的焦點了 因為00939它就沒錢了 00940才有錢啊 一大堆錢啊 那你00939要除非是有人新增購 升購它才有錢才要再買成分股 不然買了買買就沒有啦 像00919跟00929為什麼之前一直有升購 因為指數在漲啊 指數在漲很多大戶就會去跟這個 比如說跟這個00939 跟情力投信去買啊 去增購啊 不是在市場買喔 然後它規模就越來越多啊 這個也是啊 之前不是一陣子嘛 現在比較少了嘛 因為之前在標 這個一次漲了 從去年十月 那今年的一月這樣漲了三四千點 那時候增加速度很快 那現在增加速度很慢啊 那接下來如果進入了盤整 或者是下跌 他們就會贖回耶 大幅會贖回耶 投資本也許你是大幅啊 你要到你要升購一次要五百張以上耶 一張兩張的人家是不耍你的啊 他們升購可能這好幾千張好幾萬張在玩的耶 投資本如果說指數 如果說指數跌或是股票跌再進入整理 我說如果未來以後 那就會有贖回 贖回的話 經理人就要賣成分股啊 那賣成分股它股票價格就會掉啊 人家贖回不用給人家錢喔 掉的話就會像這個啊 價格就會像這樣跌下來啊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不是贖回 這個是大盤在跌影響到它嘛 或是太影響大盤嘛 所以投資本如果你買ETF這樣 如果你買ETF好了啦 那你現在跟它跌到幾毛錢 你會難過嗎 我想應該不會嘛 假設你買了一百張一百五十萬 那才輸幾萬塊而已 你會那麼在乎嗎 如果你會在乎 表示你絕對不是要來領股息的喔 你是要來玩價差的 你想說15塊掛牌到150塊的喔 你的觀念弄錯了喔 這個如果你是存股主要跌下來 你一點感覺都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叫常態 因為你要存股啊 你不是跟我講你要存股嗎 你怎麼變成又又很在乎價格跌呢 價格跌才好啊 價格為什麼跌怎麼不好呢 因為你是買ETF不是買成分股 如果你是買成分股你才要難過啊 你如果買成分股買到556 今天掉到430當然你也身分不好啊 因為成分股價差大啊 那ETF拿到什麼價差啊 跌到現在來講 你有感覺到他跌嗎 一點點而已啊 他又不會跌停板 要幹話一次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這邊下 貫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絕對正牌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忙忙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絕對正牌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忙忙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200940的前十大大家都知道 因為就是這支 這支你說要去投 不要太期待這一檔 雖然很多人都有 大概都有了 都已經都有買了 很多ETF都有買 看一看就好了 好不好 而且我也跟你講 現在已經公佈出來ETF的權重 它會改變 你看00939就好 因為它還沒掛牌之前 還沒開始募集之前 它先算了一個權重出來 這前十大是佔35%而已 有65%是集中在40大 但是像00939它也是有前十大 後來公佈以後 完全全值都改變 所以你不要用現在目前00939 00940的全值去算張數 不對 因為它會改變 價格改變的時候它全值就會改變 經理人有權利去改變 只要審核通過就可以了 你要搞清楚ETF 所以不要亂算張數 你就算不準的 這檔是嗎 這檔也是啊 這檔今天不是也跌下來嗎 等到50塊8嘛 51塊 我這邊有講 我們待會也買進 51塊 因為買到50塊8了 我們來驗證看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要買了 昨天以前我都跟你講說 你不要亂買不要亂追 對不對 那我不是批評 我是跟你講說 那個價格是不是元大買的 是外面的人去買的 是外面的人去買的 他為了利用元大這個人氣 把它拉上來 要到貨給你的 你要懂 那後來我們拉起來 賺幾毛錢嗎 我這邊也有寫 我們有三組會員 那就是 我們會員這三組 有一組會員就買聯電 這個是00940的成分股 知道嗎 那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第三名的 現在目前公開的第三名是這個 我怕他這支不拉起來 這是00940的成分 因為堆都會吃開 那第四名這個 他也有我朋友拉一些 然後我給你看一下第五名 現在目前公佈的 未來會改變權值 這是第五的 然後第六是公佈出來的 你這樣堆都這樣 你給你看 假設你去追 你就前幾天去追 你看這也不少錢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第七名的 都是有跌 瑞宜 這個都查得出來 第八名的聯發科 我這邊有寫 我們會員買1120 我三組會員裡面 最高價的那一組會員 都是做非常高價的 就買1120 我們在驗證 對不對 我先跟你講 因為還沒賺錢就跟你講 那10塊我們也不是賺錢 這樣對於有好嗎 不錯嘛 我不會去買漲停板 然後每天都是在那邊 跟你扶龍 不會啦 那結果為什麼點閱率這麼高 因為我們實在 然後第九名是這個 已經公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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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也是 另外我也去買賣 這支最尚買的名字 第10名 第10名 已經公開了第10名 但是以後我跟你講 這10檔以後 到時候他們在4月1號以後 攤牌的時候 絕對不是這10檔 會重新排列組合 不信你自己看 所以你現在看的都不準 年代有全力改的 因為價格變動 全值就會變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 因為我們不在這裡 我這邊有寫 我大概可以買到今天的最低點 430.5、431.5 因為我要有三招可以玩 這一組是特級鷹派買的 所以我在今天的TG裡面 公布了公開的三檔 一檔聯發科 一檔新普 一檔就是聯電 全部都是00940的成分股 這樣有了解嗎 我是要買成分股 我沒有要買ETF ETF你自己算就好 我投顧老師帶你做ETF 要去用銷子嗎 不是不行 是說那個東西 要參加會完 我們就是要差價大 你看這個 跌了兩三成我才買 我所有人沒有 我家都不可以賣 我這幾天不是都一直講辛苦嗎 這不是好到賣的問題 這問題是價格的問題 你說老師原大 是不是一定要把案發上去 我已經跟你說千百倍 你就記住了 你是我的觀眾 你就要聽我的 他可以跟外資以約定的價錢 買賣 聽清楚 每次都在懷疑這個 我就跟你講像MSCI 你要回想MSCI 每三個月一次 為什麼在最後一盤都有 非常大量的價格成交 而且很少出現漲停跟跌停 這麼大量好幾萬張的成家 我照理講 如果在市場裡面買賣 直接拉漲停 或是直接灌跌停 對不對 為什麼都沒有 講好的價錢嘛 就是外資跟投信之間 或是投信跟投信之間 投信跟自營之間 但是最常態 股票最多就是外資 所以投信常常跟外資交換 或是投信跟投信之間 所以說你說今天禮拜二 你說禮拜五 禮拜五以前 投信就會把你的股票扛上去 你門都沒有啦 你吃比較壞的啦 我也不是希望他們把我扛上來啦 我今天去買這個 我會期待說明天後天到後天 投信把這檔股票拉起來嗎 我不期待這個東西啦 我只是說 該買的時候我就要買 你什麼都賣啦 什麼1500億他要買到滿 他會買到滿沒有錯啊 但是你現在 很多人跟你講 從上個禮拜一講到今天了 講了幾天 所以你買這個要吃他們豆腐 你是要吃什麼豆腐啦 你要吃什麼豆腐 我問你啊 你要吃人家什麼豆腐啦 你要吃什麼豆腐啦 你要吃什麼豆腐啦 你要吃什麼豆腐 怎麼吃不到 當市場所有人都知道 這十黨成分股 每一個人都知道 當市場每一個人都想要吃頭腥的豆腐 00940的豆腐 你把這個操盤人當成誰啊 這個經理人這麼強 人大團隊這麼強 但讓你好欺負的啊 吃比較壞的 我把這個經理人當成誰啊 我講得算啊 我講得對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再講一次 這種買賣的方式 就有點類似像MSCI 不是你都有印象嘛 MSCI最後不是大量成交嗎 或是盤後巨額成交 它就用約定的價錢 它不一定會在市場裡面 讓你把你的股票一直拉上去 不是這樣玩的 這跟原大沒有關係耶 這是市場裡面自己偷拉的耶 你看 我真的沒有 你聽我的就對了嘛 你看我當到現在我這個買 尤其是這一檔 我這樣不是利於不敗之地 我就省人價一百多塊啊 我一樣買成分股啊 我沒有說不能買 對不對 我也鼓勵你們去做ETF啊 小資族啊 定存族啊 你自己去算啊 我幫你加 怎麼算啊 你說要個股 個股你要找我 那不然你去那五百五十六的媳婦 你躲在那裡 我現在買四百三十六塊半 你就炒我百幾塊啊 這樣 這又不是錢 你十點就炒百幾萬了耶 那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再跟各位才重複一遍 00940的成分股 他會買一買 買到九成啦 一千五百多億 可是你不要期待 他會拉你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期待 會這樣期待的人 表示套勞的人 我已經跟你講 會去罵嚴大的 罵什麼ETF跌下來的 是任何ETF跌下來的罵他們 就一定是套勞的人啊 心情不高不高興啊 找人出氣啊 你自己要買的館店嗎 你是要怪什麼 又不是元大叫你買的 你也在三百 你就帶我來就對了 我就是我來行的啊 叫做好友Telegram193008 我們今天公開的三檔 ETF成分股嘛 對不對 了解嗎 這國外就是這樣做啊 沒什麼做 有任何問題 到電話島公司來尋問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說明天見 兩位 你不信用 都是現今的